也有一份 我們只有錄製聚集的話 其實就跟前面一樣 你反正就是我需要做出那個錄製兩個東西 一個是什麼 把這些都把它就是再做一遍 所以你可以把它錄下來 然後一個是把它清除 所以有兩個按鈕 一個按鈕是什麼 就是錄製聚集的時候做什麼呢 做一游標放在這邊 然後再放在這邊打勾 向下填滿 但是有兩列的話 你可能要做兩 兩籃的話 你可能要做兩次 一次向下填滿 一次打勾向下填滿 OK 然後呢 再來一次是什麼呢 把它清除 清除的話特別注意 就是之前是把游標放在這邊 Ctrl Shift向下 不過這邊因為有兩籃 所以記得 你可以再記一個 游標放在F2裡面 Ctrl Shift向右再向下 Ctrl Shift向右向下的話呢 那可以什麼 錄到什麼呢 就是這兩籃全部錄進來 然後我們錄一次給大家看一下 基本上一個是什麼呢 就是產生區 區跟路的這兩個籃位 所以我們就是 游標先放在這邊 錄製聚齊好了 那一個是什麼呢 一個是區跟路好了 就名稱取一下 這兩個 產生區跟路 產生 OK 然後按確定 一一游標放這邊 然後在上面打個勾 向下填滿 這個OK了 再換這一個 游標放這邊 再上打勾 向下填滿就OK了 好 好做完了之後一樣停止錄製 好 那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清除嘛 所以錄製再一個什麼 錄製 第二個是清除 清除的話呢 就是確定之後 游標放這邊 記得喔 這邊多一個動作 Ctrl Shift向右 因為有兩個籃位喔 OK 記得 Ctrl Shift之前是直接向下 現在是多一個 Ctrl Shift向右 再向下 Ctrl Shift向右 然後再Ctrl Shift向下 再按Delete掉 這樣就清除了 OK把它停止錄製 最後的話呢 你可以在這邊亂亂看 產生區跟錄執行 有了 然後再一個什麼 清除執行 OK 最後記得怎麼樣 插入這個按鈕嘛 對不對 然後按鈕的話 就把它放在這邊 OK 然後就產生區跟錄 這邊複製一下 然後這邊把它 區跟錄 這邊我習慣複製這個按鈕 貼上 兩邊 按鈕才會一樣大 按右鍵 再重新指定它是清除 然後把它複製一下 這邊就貼上就可以了 OK 好 我們做完了 馬上OK 清除 有沒有 那特別注意 這個我是直接拿這個工作表 複製一份過來 把這邊改成聚齊好了 聚齊 OK 然後這個上前面這邊就要函數好了 因為將來你們就是 反正就是 再來就是多一個什麼 VBA 所以再把這個 Ctrl鍵按住 拖拉加Ctrl鍵 這邊再改成VBA 所以如果說 所以如果說我剛剛的這個聚集 是用錄製的 但是如果說我今天要用VBA寫的話 該怎麼寫 OK 這地方的話請各位先 好 先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